张胜书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子威命格的人 五湖四海都很吃得开 我们从迁移宫来看 其实我们如果 以子威的命盘来讲 命宫跟迁移宫 刚好都在对宫 所以每次我都跟各位讲 命宫其实代表是一个内在的 一个人的性格 所谓的天命 而对宫的迁移宫 其实代表是对外 对外是什么 你跟朋友交往的过程 你看五湖四海的概念 其实就是江湖 什么叫江湖 有人就有江湖 所以你要在五湖四海吃得开 就是你对人的处理 要很有一套了 来我们看第一个 子威 所以我们中华兄 首先就先中了 我们要强调一个 刚刚一直在谈 有人就有江湖 我也有 所以对 靖纯也是子威 你就是圆环呼吸 但是真的真的 我自己觉得我都是 子威这颗心 称为帝王之心的原因所在 你今天行走江湖 我要去想 没想过的福 就得先去吃 没吃过的苦 需要去做那种 没做过的事 一层不变的生活 你就不可能想这种福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碰到 没有去碰过的状态 子威首先第一个重要是什么 镇静 冷静 就像你刚刚看到 我现在看到一堆腔 我是吓到吃手手 还是我在那边说 哎呦 身上线发作 很兴奋 或者就是冷静的 不动声色 你看这就是 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性格 会产生的现象 对不对 因此啊 子威这颗心 之所以能够吃得开 最重要就是冷静 镇静 这个就很有关联性了 所以第一个 子威 再来啊 第二个是 破军心去落入掉了 迁移弓 这边我们三位都没有啊 破军被称之为 前锋大将之心啊 其实这颗心 很简单一个观念 就是什么 胆色 叫小鹤嘛 对不对 叫小鹤 胆色 豪爽 你看我们刚刚讲胆色 如果你今天是属于那种 雀生生的 很害怕 一看到这种状态 哎呦算了不要 我宁可回去做那种 一成不变的日子 你就不可能吃得开了嘛 刚讲 这是我没碰过的状态啊 所以啊 各位观众 你刚刚 如果你们以为说 记者是吃香喝辣的 很想做记者 结果刚刚听到枪林淡雨 等一下这两个 是不是差别很大 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所以破均胆色 而胆色就是在五湖丝海要吃得开 很重要的观念 好 来 第一名了 第一个 你看我们又是中化家近存 贪狼 其实贪狼这颗心 三教九流都能交往 对人 很厉害 可是更重要的 其实是意气两个字 因为跟人交往的过程 如果没有意气 有的时候真的 在某个地方 一旦失足了 回头就救不回来了 所以你跟人越多的交往 这时候你越要 意气就是什么 坚守你的立场跟原则 原则一放开了 你下去可能 那个人不能再见面了 见那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意气 胆色 冷静 这三个就是 你可以跟这个世界接轨 吴四海嘛 到处接兄弟嘛 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交往方式 所以有的人是属于 我宁可一个人静静 我想静静了 对不对 有的人却是我一个人受不了 我一定要在外面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天命 也就是个性决定的命运 所以这三个 都是容易吃得开的命格